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紫佑一新剧你席成黑马,冲到平台热度第一,连锥六级收不住了。 谁也没想到亲爱的,热爱的会开播集火,这部改编自大IP的甜宠剧,一上线就引爆了网络,猫眼热度累计19次日关,平台播放量也成功突破83亿, 这战绩不可谓不辉煌,堪比暑期荡上映的《你是我的荣耀》。 剧中软蒙学霸和热血青年的CP,简直是直戳观众的蒙点,杨紫和李线的CP互动也是甜到不行。 男主李线凭借此剧,成功一炮而红,成为了无数观众心中的现男友, 而在剧中出演女主的样子,也是再一次向观众证明了她的抗拒能力, 说杨紫是流量女王真的一点都不过分。 但既亲爱的、热爱的后,杨紫手中的带播剧,包括《余生》、《请多指教》、《沉香如谢》等,迟迟未能上映, 以至于观众已经很久没见到杨紫主演的新剧了。 就在这种关键时刻,同样由杨紫主演的女心理师沙来,一上线就冲到平台热度第一, 简直是越看越上头,就连老编也是连追六级都收不住, 看来,杨紫又一新剧要逆袭成黑马了。 剧情紧凑,开篇就是高能。 这部剧真的是没有一句废话,开篇一个长镜头, 抑制不住暴食欲的少女,被嬉笑怒骂包围的商场小丑, 争执不休的老少男女,光脚冲向车流的颓丧青年, 一个个因压力换上心理问题的案例一一涌现, 瞬间带起紧张的节奏。 镜头一转,一个女学生临近崩溃地坐在天台上, 想要自杀,云开心理援助中心的心理咨询师想要安抚, 但女学生的情绪却越来越不受控制, 眼看一场悲剧就要发生。 关键时刻,心理咨询师赫顿紧急接手, 运用专业技能和大数据分析, 暂时将女学生劝离天台,但危险还未解除。 另一边,钱开义也正在骑着摩托飞驰而来, 在赫顿的指示下,钱开义矫健地爬进广播室, 放出了女学生最喜爱的音乐, 配合着赫顿的安抚, 这场自杀危机终于解除。 杨子演技精湛, 仅百然稳定输出。 除了剧情本身精彩外, 主演们的演技也是令人关注。 在女心理诗中出演女主赫顿一角的士顶流杨子, 众所周知,杨子的哭戏是很具有感染力的, 比如战长沙中德之亲人死亡的崩溃大哭, 香蜜沉沉浸如霜中, 亲手为父报仇后, 爱与恨交杂的无声流泪。 而在剧中出演男主前开议的 仅百然也是稳定输出, 出场骑着摩托非常炫酷, 接到赫顿电话时, 紧张地舔了舔嘴唇, 将对女学生生命的担忧演得很细腻。 另外, 倪平的表现也是很惊喜了, 她饰演的赫顿母亲假死, 被女儿拆穿后, 撇着嘴, 怒气式地用力地擦着头上的假血, 倪平将老顽童的形象塑造得非常自然。 从前几集的内容上看女心理师的节奏拿捏得特别好, 松弛有度, 又没有一句废话, 并且, 杨子和倪平的对手戏也是让人看得十分过瘾, 本身质量出彩, 再加上杨子的流量带动女心理师能冲到平台热度第一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目前女心理师更新到第六集, 剧情已经走向正轨, 并且越来越精彩, 后续内容不垮的话, 这部剧最后是很有希望成为口碑剧的, 期待它的更新。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不惫 elementary, 并且以下延永 KENNEDY。